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五点灵原始奖励汇总 风系成女可飞行 火神战技骑龙,兵戏女法入池 原神,火神技能为骑龙 火组威班神类辅助 少女5.1可能有戏 原神纳塔5.0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新五星角色马拉妮 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万叶,雷神也将迎来复刻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除了几位角色的登场外 后续卡什火神等角色的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0版本原始统计的汇总了 在5.0版本中原始或许的途径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正常的每日任务 新旧深渊,商店兑换,新任务等等外 5.0版本的周年庆给予的活动奖励也是非常多的 总的来说,林克玩家最高可获126抽 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49抽 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58抽 而说起5月1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的相关消息 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纳塔5.1卡池开始 暴女西诺宁会登场 然后就是5.2卡池登场的恰斯卡 火神马威卡据说是在5.3卡池登场 其中恰斯卡能飞 是风元素角色 火神马威卡一技能战技能够骑龙 类似雷之律者牙一 同时执行官中的少女哥伦比亚 也会在5.1版本登场 不过目前看来这些网传的消息都是存疑的 并没有实锤 至于早期足迹里的黑皮小萝莉 伊安山的星级貌似也确定了 目前来看是四星女角色 也算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了 毕竟早期的消息中就有提到是四星 值得一提的是纳塔的愚人众执行官队长和少女 其中队长大概率是雷西单手渐渐角色 少女是兵系法器角色 其中少女据说确定禁卡池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在进入纳塔后 旅行者会与神像产生共鸣 成为火主 定位被介入为小班尼特的存在 类似于最初进入封丹后 成为水主时被介入为小行丘一样 在5.2版本中 进入池塘的恰斯卡是五星封C 仍然可以飞行 尚不清楚是否像温迪一样 需要使用技能才能起飞 粉毛少女千特拉利 作为玩家比较关注的角色 被推出作为四星角色 看起来之前有关身为五星的传门 可能不会实现了 但如果角色人气极高的话 将其升级为五星 并非没有可能 此外 在5.3版本的剧情中 火神将神之星交给了旅行者 再次引起了玩家的乐意 在5.1版本的剧情中 少女哥伦比亚将会登场 这与之前的消息相符 少女在后续版本中 有可能会成为可获取的角色 但队长成为可获取角色的概率则较低 在当前版本中 发布少女的消息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许多玩家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 如果内塔决定 让两位愚人种植行官同时进入池塘 那将会是一种绝佳的安排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愿望是否会实现 根据魔神剧情任务的线索 从5.1版本到5.3版本的卡池消息来看 5.2版本应该是相对轻松的一个版本 在前瞻直播中提到 5.0、5.1和5.3版本的剧情会有原始奖励 每个版本都有500原始可获取 首先是关于火神马威卡能够骑龙的消息 类似于雷之律者牙医的设定 另外在5.1版本中 四星角色伊安山将加入池中 他是许多旅行者在内塔中首次遇到的角色 期待他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